六族惠南大司出现在中国 用另一种姿态跟我们见面 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一天也没学过 他学的是看柴 他是侨夫 每一天山上砍柴 挑到城里来卖 那一旦柴很便宜 抗战时期 我这个年年碰到了 跟日本人打仗 八年战争 那个时候 国内很多城市 没有水没有电 电油灯 水也有人挑 有专门有卖水的 挑水 河边上挑水 到城里面去卖 砍柴 那时候烧灶 烧柴火 有砍柴的 到城里来卖柴 卖柴卖水 都非常辛苦 能大司是卖柴的 每一天柴火卖掉 拿着一点钱 买一点米 买一点菜回家 这过日子 一天不上餐 看柴 一天生活就没着落 他养他的老母亲 笑死 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字 你去看谭经 上记载的 从来没有听过一天 就是佛门里头 讲堂讲经 一次也没去听过 禅堂呢 他也没去参过一天禅 什么都没有 亲近 无足人和尚 人和尚派遣他 到队房去充迷破柴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在寺庙里做义工 这么一个身份 没提度 在那里干了八个月 六祖要传法了 没一个人想到会传给他 不过他自己心里有素 他知道唱歌 真正穿法确实 他们两个心心相应 他跟无足心心相应 没有 这任何人都不知道 所以无足半夜 召见他 怕别人看到 半夜三更 叫他大方张师来 跟他讲经 讲经大义 他不认识字 肯定不要用精本 讲到应无所住 二生起见 他就大彻大悟 什么叫大彻大悟 把妄想分别执着 一下方向 这在佛门叫顿时 顿时 叫顿修顿振 真开无了 无足把一波传给他 叫他赶快走 这半夜赶快走 不要让人见到 找个地方躲起来 为什么 有嫉妒障碍 多少人跟无足多少年 法都没有得到 怎么传到你这么一个人 不服气 不服气 你看他跑到猎人队里面 躲了15年 这个事情 平息了 大家淡忘掉了 他才出来 这都是教我们 唐朝那个时候 在中国历史上 是最著名的 审时 国泰敏感了 他造的什么 同行相继 表演给我们 我们看见了 15年的猎人队里面 去避难 那叫修行 那15年 修布施 持戒 忍辱 金金禅定不如 他开悟了 礼仪明白了 是要真修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 把大慈悲心练出来 把清净平等倦练出来 他成功了 大臣地都常讲 物厚其右 物是礼 明白了 但是思呢 思怎么把它摆平 要在生活当中去练 在工作地就练 在厨师带人 接屋里面去练 才真正成就 不可思议功德 啊 佛陀 祖师大德 都是在教我们 啊 隐形举止 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典范 我们今天遇到小小的风浪都不能忍受 那怎么能成就 释迦牟尼佛 因地心菩萨道 就修菩萨心 做人入心人 啊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详细记载 是在大涅槃经里面 金刚经上提了一下 没详细的说 忍如波罗米约玛那 无缘无故受这种迫害啊 灵痴处死 一点怨恨都没有 不那么怨恨 还感恩 格力王 为什么呢 经过格力王这个考试 他圆满 成就了 提琴成佛了 心结千佛 释迦牟尼佛 本来是排在第五 弥勒菩萨排第四 因为这个忍如功德圆满 释迦牟尼佛提前 弥勒菩萨延后了 这经典上有记载啊 所以他们是来做样子 给我们看 我们能看懂了 看明白了 你就会 一教封信 会在日常生活当中 晓得怎么做 你得到圆满的功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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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